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有种差别叫分手两年后,杨子还是当初的杨子,而秦俊杰却判若两人。 现在大家对娱乐圈明星的分手和恋情都非常感兴趣。 大家也都为自己喜欢,我的偶像伤了我的心。 杨子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艺人,出道的杨子作为童星。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。 而且,杨子的性格大大咧咧,非常讨人喜欢,让人很喜欢。 他总能把合作的演员当兄弟,这让不少网友担心这样的杨子会找不到男朋友。 其实,杨子也有一段难忘的回忆。 爱情,他早年喜欢上了秦俊杰。 两人先后拍摄了《青云志》和《龙珠传奇》,对演技互生情愫。 秦俊杰很帅,杨子很漂亮,所以两人的感情一度被大家祝福。 但最后还是两个人。 人没走到一起,两人分手已经两年了。 杨子还是那个杨子,事业还是很红火的。 活动也很活跃,经常参加一些综艺节目。 可见杨子是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的。 但时隔多年的秦俊杰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。 和杨子谈恋爱的时候,秦俊杰人气很高,所以接了很多作品。 而且他在娱乐圈的地位眼看就要进入一线小生。 却因为和杨子的分手而臭名昭著,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。 再加上胡辣汤事件,让秦俊杰的口碑一落千丈。 分手后就没有以前那么爱笑了。 而在节目中和姐姐聊天的时候,总是会说到自己的压力和痛苦, 会哭着说自己遇到的事情。 妹妹也给了她一定程度的安慰,表示愿意找秦俊杰谈谈。 不过更多网友认为这是秦俊杰自找麻烦。 总而言之,如今两人已经分道扬镳。 各有各的事业和发展,希望两人都能越来越好。